大家好 台湾又到了选举季了 时间过得真快啊 感觉上一次选举啊 就在昨天 眨眼之前呢 又要选举了 呃 弯弯呢 不是在选举 就是在选举的路上 那弯弯这一次选举呢 两岸人民共同的心愿 都是希望赖清德当选 弯弯那边呢 希望能够独立 选一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大陆这边呢 希望能够武统 选一个台独工作者呀 武力统一 更加顺畅 连爱人民的共同心愿 所以大陆这边 显然是不支持 蓝的 蓝的是最讨厌的 目前蓝赢的是侯友宜 侯友宜的政策呀 还是延续马英九的政策 不统不独不武 我看了一下 蓝友宜的政策核心 归纳下来 基本就这样 对吧 既反对台独 又不要九二共识 更不要统一 那你要什么呢 他也不知道 就是基本没有什么主见 不统不独不武吧 也是因为没有明确的主见 所以看漫漫最近的历次民调吧 侯友宜都是垫底 既不如柯P啊 也不如赖清德 当然排除台湾民调的机构效应 目前看还是赖清德的 可能性要大一些 除非蓝赢放弃自己 选择给柯文哲做加一 总统让柯P拒选 然后来赢呢 保住立委 这样啊 还有翻番的机会 但是总的来说吧 也很难啊 这个郭台铭目前上算下跳的 看起来呀 也跳不出个什么结果来 那么最近呢 这个侯友宜啊 去找了韩国瑜 并向韩国瑜道歉 说四年前我们做的不够 那问题就来了 四年前你干什么来着 对吧 四年前韩国瑜的惨败啊 既有民进党1450的吻黑 国民党的扯后腿 也是跑不了的 不仅仅是侯友宜这帮人 你譬如以前谈过这个赵超康 这个选举之前天天批判韩国瑜啊 对吧 天天支持国台铭 只是最后的造势大会上 赵超康 在造势大会上喊话了 支持韩国瑜 对吧 喊完了之后呢 又上自己的节目里 自我快要一番 包括这个尹乃京啊 这一方人说 哎呀 邵康这个喊话呀 团结了蓝英团结个屁啊 本纸上制造分裂的就是你们 最后不想担这个 分裂蓝英的骂名 去喊了喊话 其实没什么用 这是蓝英的典型特征 这个台湾的冠冰洞啊 基本上已经沦为政治的僵尸 我们看和我和有意一样 基本就是一个政治的僵尸 就是你问的所有的主见呢 嘟巴了一通 但是你不知道都说了个啥 是吧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也听不出来 说了都是一堆彻乎的话 绕来绕去绕来绕去 没有明确的主见 那同样的韩国瑜 在国民党里的声漫 还是很大的啊 譬如最近国民党的拳带会 对吧 从现场的情绪啊 掌声啊来看 韩国瑜的声量依旧是最大的 所以国民这个 后遗为什么要向韩国瑜道歉呢 对吧 韩国瑜在国民党里的 铁粉的基础是很牢固的 那后遗要选 要选赢 你首先蓝赢这帮韩粉们 你不能丢掉 所以基本上也就是一个 猩猩作菜吧 我觉得也就是鳄鱼的眼泪吧 那对于蓝赢的很多人来讲啊 虽然不喜欢韩国瑜 也知道他是猩猩作菜 知道他是鳄鱼的眼泪 但最终呢 也得去含泪投票 所以这以前 说的啊 这个弯弯的民主啊 也没有什么意思 对吧 真的民主吗 大部分投票也是含泪投票 这个面上的人呢 其实都不太好 都不好 但也没有办法 对吧 其实我们看官媒当地一样 不管是马英九系 还是朱雷伦系 本来就是那么几个大佬决定的 看起来是民主 人民决定的 其实人民也没决定了啥 对吧 他们整个候选人让你投票去吧 对吧 那谁是候选人呢 其实就像这个大陆一样 整两个副市场 让你投票 从这两个副市场里选一个吧 因为候选人都给你选定了 本指就是个二选一 其实也没什么意思 那么最近呢 赖清德啊 在纽约时报投书 投书 然后中国驻美国大使呢 谢峰 对吧 对这份投书呢 迅速的做出了批判 那其实也很有意思啊 按说两个问题是内政问题 应该是由国财办 来讲话的 那为什么是外交部来讲话呢 因为赖清德的这份投书呢 已经超出了内政问题 对吧 赖清德的这份投书啊 它不单纯是一份投书 而且是在纽约时报的投书 肯定是由美国支持的 对美国势力的依赖啊 所以是由外交部出来表态的 因为这个事情呢 不是赖清德本身 也掏出了台湾的范畴 因为两岸关系本纸上呢 也是中美关系 赖清德这份投书呢 其实里面也很清楚啊 大概就是四点嘛 其中最核心的 就是台湾第一呢 要加强武力啊 防止中共犯财 第二点 就是台湾要跟着欧美 搞产业链安全 产业链安全呢 就要去大陆产业链 那目前呢 从今年上半年 一到六月份的数据来看呢 赖清德这份投书啊 显然是起到效果的 因为弯弯对大陆的出口呢 是持续暴跌的 衰退的非常的厉害 对吧 但是我们也要讲 就赖清德 维护产业链安全 去大陆产业链 那没有了大陆产业链 台湾还有什么呢 对吧 还有什么呢 欧美产业链吗 但问题是 我们看台湾今年一到六月份的出口数据 对大陆出口是暴跌 对欧美同样暴跌 而且衰退最厉害的是对日本的 对吧 舔了一通日 反而日本进口台湾的产品的 衰退是最厉害的 那这东西要如何解释呢 其实解释起来也很容易 对吧 以赖清德或者民进党为代表的 他的本质利益并不在台湾 在美国 至于台湾是好是坏 他并不关心 他只关心他能够从中得到什么 拿到什么 他只屈从于美国的利益 本质上对台湾的利益也不关心 虽然老讲台湾2300万人的利益 本质上对2300万人的利益 也不是关心 我们单纯从台湾的角度来说 对吧 台湾的经济对大陆的依赖是极深的 台湾的经济想变好 对吧 对两岸之间来说 要维持一个和平的 稳定的发展的局面 其实和香港也差不多 香港也都是自己做的 自己闹的 对吧 其实这个2018年612 反修力运动 对不对 对香港的打击是很大的 对吧 香港觉得这个冲淡反华的金先锋 就从欧美那里拿到好处 但事实上是没有的 欧美也只不过是把它当作一个枪 当作一个子弹 子弹打完了也就不理你了 你也就无所谓的自生自灭去吧 所以我们最近看到很多的新闻 对吧 这个税收呢 用于补贴英国人的 这个消费补贴啊 还有英国人的社保补贴等等 本质上英国人也是希望 从你这里能够赚到钱 其实 至少国际关系的本质吧 还是为了利益 利益的本质还是为了钱嘛 大家吵来吵去 打来打去呀 不管民主自由 还是这个那个呀 本质都是为了钱 都是奔着钱去的 那么这里的钱是最主要的 同样的 不管是赖清德和友谊啊 本质也都是为了钱去的 虽然打着2300万人的旗号 但是 本质还是个人的利益 还是个人的利益 本质还是个人的利益 在哪里 你比如说台湾的绿营 有一个很著名的叫谢长廷 对吧 谢长廷 谢长廷和陈局 他们都是一波人 甚至本陈局的资历老了一些 谢长廷也喜欢讲 台湾要自由 台湾要民主 台湾人的利益 对吧 我是台湾人的儿子 陈水扁变成台湾的孙子了 但是谢长廷现在 其实也是很清楚的 民进党最后重庸 让他做驻日大使 那么谢长廷 不管是他的家人 还是个人的资产 都已经移到日本去了 对台湾的事情 本质上是漠不关心 甚至说呢 谢长廷在做 驻日大使的时候呢 对吧 做了很多损害台湾的利益的事情 但是 有利于他本人的利益 这是很简单的 也是很 没有什么可谈的 那么目前的岛上啊 我觉得这一次选举啊 其实不管是 从海外 包括大陆到岛上 关注都很不高 因为大家都知道 当下的情况啊 对吧 更加是中美博弈 岛上如何 与岛也没有关系了 岛也决定不了什么 对吧 本质上呢 是由 解放军来决定的啊 比如这个 金星格呀 美国的这些人士密集的访华 本质是什么 其实解放军有打全面战争的打算 但是美国其实打不赢的 这次俄乌战争啊 我的看法和很多人是相反 俄乌战争啊 其实看出来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约的拉滑 不是俄罗斯的拉滑 俄罗斯不是打的乌克兰 打的是整个北约 那目前战争呢 俄罗斯依旧是胜了一方 毕竟它占着乌克兰三分之一的领土呢 乌克兰又反攻到本土吧 北约出钱 出武器 出雇佣军 结果如何呢 对吧 而且最近啊 俄罗斯的一番攻势下来 乌克兰这边是没有什么反省能力的 对吧 所以格物战争也让大家看到啊 这个以美国为首北约的拉滑 所以岛上的事情啊 当然不是岛本身 要看外部的环境 对吧 要看外部的环境 要看离岸 当然也要看中美 要看中美 至少从俄乌来看 美国的这个情况不是很乐观 岛的情况也不是很乐观 那么岛的情况呢 对不对 并不由岛本身 所以不管是赖清德也好 还是侯友宜也好 还是CCC也好 本身也决定不了什么 我个人觉得韩国瑜啊 其实观察到这种大变化的 试图做有所挽救 但是很多事情呢 由不得你啊 由不得你 所以侯友宜 对吧 也是一种恶语的眼泪 恶语的眼泪 这个恶语的眼泪啊 也能看到这个政科呀 他的所有的目以 都是为了选举 一切为了选举 为了选举的一切啊 为了选举可以撒谎 对吧 可以没有道德 可以胡扯八道 所以弯弯目前的选举吧 我觉得就像在倒垃圾一样啊 在倒垃圾一样 各种垃圾垃圾 纷纷的往处倒 越倒越多 呃 没有什么特别可值得关注的 对吧 那如果说一套老话 或者说一个套话 就是台独的穷途末日 几乎要到头了 要要到头 很多大的变化呀 马上就要到来了 马上就要到来 我觉得是很快的啊 很快的 现在各方面都是比较紧张的 对吧 美国方面也是比较紧张的 我觉得中国还是胜券在握 那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录完了 喜欢的请订阅一下